今早上午和下午,雨勢最大的時候,禁蹤太古廣場旁邊的正義道,變了一條激流。 雨水沿著山勢,從馬路衝下來,像復步一樣。 在這一頂,由觀眾提供的錄影帶看到,一些停泊在斜路的車都被水浸著。 鄰六也up see him. 家裡上班的人,很多都被這條激流沖到,險象無生。 oh my god!oh my god they're gonna hit the car!oh no!!!oh my god they just hit the car! embrace a check-in get down, go! 這個男人雖然沒有被水沖到 但一時失手就要追公事包 不知人害怕 開車的都不敢過 今次大約六點多陪正到天橋下面一段公主道出現了水浸 附近的居民說水勢最大的時候幾乎浸過這架私家車的車頂 一度癱瘓了來往公主道的南北行交通 到了8點多向新界行駛的交通才恢復 在工人通渠之後去尖沙咀的交通大約在9點才恢復通車 這些搭羅漢的私家車就是停泊在西貢豪沖 豪沖路旁邊的一共有11家 村民說今早6點多由於大雨豪沖河出現了山洪 將停泊在停車場的一批私家車和客貨車衝了下來 新界區也都收到15宗的水浸報告 主要是在元朗和屯門一帶 很多菜田都出現輕微的水浸 據漁農署的統計數字 今早大約有128公頃的農田受到影響 大部份都是在新界的西部 無線電視機者李康全報道 由於預料塌山來會影響一些主要的道路 還有明早可能 三樓和三樓的單位裏面 消防署接報之後 立即派人到現場挖掘和搶救傷者 但期間再有多次山泥傾瀉下來 挖掘的工作一度要暫停 消防署和土木工程署擔心 山泥會進一步影響附近的樓宇 要疏散一共16座樓宇的居民 碧窯村有部份是政府公務員宿舍 公務員事務司屈行 艾曼亦到現場視察 他說已經安排百多個受影響的公務員入住酒店 亞洲電視記者元建國報道 在早上廣島堅尼殿地道浪山泥 有一個男人被活埋喪生 高環道水深到膝頭 而在何文田公主道附近 水深有兩呎 很多車車身都浸了一半 有人還困在車裏面 而在港島區方面 部分近山的道路更出現嚴重的水浸 金鐘正義度一帶都去不及水 這段由觀眾提供的影片看到 在早上一些準備行路上山的行人 突然被帶水衝下來 一個熱心的市民就不顧一切 從後面跑上來救人 幸好兩個途人都沒有受傷 而在新界方面也有多處水浸報告 西貢豪衝 一些本來泊在路邊的私家車 由於大雨的關係衝了下水渠 一些車就被衝到跌在一起 整個山一樣 法定人數不足